自从王菲与李亚鹏宣布离婚后,天后的动向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。 日前,王菲被曝出巨资买楼定居香港,最新出版的《香港周刊》更是爆出猛料,称王菲在香港疑似于谢霆锋复合。 联系到2012年,谢霆锋从于最佳男主角访问中,表示王菲是他最爱,并且,此前谢霆锋参加湖南台节目时戴墨镜眼部有伤,王菲曾在微博中表示关心一度引人浮想联心。 谢霆锋和张伯芝于前年8月离婚后,张伯芝便带着一对儿子Lukas G.Quintus在台湾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四地轮飞,更与老外男友在新加坡滑水游乐逍遥快活,似乎再无复合可能,因此人们不免将视线转移到旧爱王菲身上。 谢霆锋过往一直避谈王菲,近日一转口风,被问到和王菲复合的传闻,他连神答,想想想。 霆锋千禧年和年长11岁的王菲发展风飞恋,霆锋便曾经发出爱的宣言,是与王菲厮守一辈子,可惜其后因博之介入,终于二人分手收场结束两年情。 如今,霆锋和王菲双双恢复单身,随时有机会再续前缘,让为我们再次相信爱情。